唯因法师,福慧双修 日期,2020年9月12日7点22分0秒下载.文档微博,微信,支付宝分享 福慧双修 唯因 佛教徒之间往来书信或节日庆喜,往往互相祝愿,福慧双增 如此良好祝愿,乃人之常情 但仔细思量,口头上祝福几句,是否会满足心愿呢? 依理而言,绝无此事 要想增福增惠,必须功行实践 佛经上常讲文,思,修,信,解,行,正 这修行的修字,行直的行字,最为吃紧,不能忽视 譬如想吃果子,就要浇水施肥栽培果树,否则变成空想 所谓修也好,行也好,无非就是修福修慧 因此,同初学佛法的人谈谈福慧双修这个问题,也许不是没有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,我问过几个人,个人的回答不一样 浅说深说,各有各的道理,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假说,我自幼喜欢做善事,见人有困难,尽力帮助,替人挑水,破柴,补衣裳,搞卫生,路上见有香蕉皮,怕滑倒人,自动拾起 自认为这是修福的事情,应该去做,也乐意去做 极致成年,对于修桥补路,财务不失,均不敢厚人 我觉得修福就应该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二者的功德是一样的 后来听法师开始说,我这样做是好的 但不能满足,更不可骄傲,要继续多做善事,利益更多的人,切勿得少为主 而且做了善事不可执致,要回向无上菩提,把所修之福,施予一切众生,不贪求个人享受 一说,修福还要修会 修福,学大行普贤菩萨,修会,学大智文书师利菩萨 怎样修会呢? 冷言经上说,设心为界,因界生定,因定发会,始则名为三无漏学 既是因定发会,那么礼佛,念佛,诵经,静坐等修行法门,只要专一其心,断除妄想,都可以智慧 比如礼佛时,身,口,以三叶清静,心注一静,能理你理性空计,无人相,无我相,心无碍,智慧极限 念佛时,意志集中,正念现前,勤行精进,达到一心不乱,功夫纯熟,不着静静,不厌闹事,处处是净土,执心是道场,便能顿开佛会 读诵经典,一文解义,明白佛理,深入精脏,如理作义,由文字般若正到实相般若 静坐思维,参究禅礼,以般若之力,反照回光,反文文自信,于乡而离乡,于空不着空,无我无人,明心何道 终日修智慧,不见有智慧可修,不及不离 在发挥妙用时,智如泉勇,好似无底深谈,取之不洁,用之不尽 这是修行的吉则 要达此境界是不容易的,但也不是高不可攀的,只要信吉德,行得切,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还要知道,智慧不是别人给的,别人只能指点提醒,行持则靠自己的努力,日久躬身,必然见效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开动脑筋,多想办法,圆满完成和超额完成各项任务,乃至生产技术上的革新和发明创造,都是智慧的具体运用与表现 修习智慧还要善于极思广义 个人的智慧有限,众人的智慧无穷 智慧是人人本具,个个不无的,但因妄想执着所障,古不能显现,不会运用 所以要有正思维,正知见,在正确轨道上思考,不能胡思乱想,否则变入歧途 智慧与假聪明不同,损人利益,就是假聪明,其结果是自己受害 这种假聪明时是愚痴,不算智慧 因此,修习智慧的人还要推己及人,想到自己,也想到别人 自己不喜欢的,不要强加于人,对自己不利的事固然不做,对别人不利的事更不应该做 有智慧的人还能及时修正错误,从善如流,没有智慧的人,闻过是非,小错不改,结果弄成大错 学佛的人,不可不慎 并说,我们要福慧双修 佛陀福族慧族,称两族尊 修福,包括从事一切有益于人类社会的滋生事业,勤奋劳动,积极工作,提高物质生活水平,修慧,要求明心见性,自觉觉它,觉醒圆满 这是我们学佛的人的终极目的 修福不修慧,或修慧不修福,都有偏差,都不圆满 只有福慧双修,解决生活问题,使生活安定,才能用功修道 丛林里有星号轮未转,时轮先转的说法,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增加生产,对人类多做贡献,便是最大的修福 反之,浪费粮食和财物,就是最大的折服 重瓜得瓜,何福实际,岂能冲击 总之,我们求福,就是种福,修福,陪福,积福,不要享福,要西福,增福,天福,多做善事,造福人民,切不可作折福,损福的恶事 须知基福难,损福易,如果消耗大,增天小,那就不合算 所以要发长远心,栽培善良,日积月累,多结修行,就能正的菩提,圆成佛果 丁说,菩若即智慧,佛经赞叹菩若,六度中把菩若列在重要位置 布施,持戒,忍辱,精进,禅定五度,若无菩若,即等于盲 拿布施来讲,应无所助而行布施,为利益一切众生而行布施,能如是,则其功德不可思量 因为诸相布施则有分别,若有分别便有所祈求,有所贪着,有祈求有贪着,布施功德中有限量 要做到这一点,必须用般若做指导 所以在六度中般若是统帅 佛教把智慧当作人的生命来看待,称为慧命,可见智慧是何等的重要 还有一种错误的观点需略加指明 有些人以为有智慧就预示能占便宜,不会吃亏 其实不然 有智慧的人,在一定的情况下,宁肯牺牲个人利益 服从大众利益,绝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 所以有大智若愚的说法 上述这些道理说起来都很浅显,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希望学佛的人,包括我自己在内,把这些浅进的道理当作一面镜子 对照自己的思想言行,实时策利,处处实行,以期服惠增长,道业课程 原载法因1982年第一期 感谢观看